嗨,大家好 我是极速汉语卢旭峰 在上一课我们讲了非母语学习者的特点 想要因材施教 首先就要能快速判断其语言能力 通常是很难找到一个既简单又客观的标准的 既不能用学了多少时间来衡量 也不能用记住多少单词 掌握多少语法来计算 如果看考试成绩 那也只能说是考试能力 而非语言能力 结合我本人的学习体验 以及和我的学生 及一些熟练使用多种语言的朋友交流时 我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当你学习某种语言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那种语言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你的梦境之中 根据梦境的不同 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每个人的水平 我为此问过很多人 大家都觉得非常准 以后有机会我还打算就这个课题再深入研究一下 如果一蒙语言你学了很久 哪怕记住了很多单词 考试也每次都能过关 可是从来没有在梦境中发现自己或其他人说那种语言 那则表示你还完全没有入门 只要一段时间不接触它 所学的东西基本都会被遗忘 而当你有一天做梦时 发现有人在用这种语言滔滔不绝地说话 虽然说的内容你完全听不懂 但是明确地知道此人说的就是你学的语言 那么恭喜你 从这个时候开始 你算是正式入门了 有一种叫做语感的东西在你的大脑中形成了 从此你听到一些从来没有学过的词语 也能根据上下文猜出它的意思 这是非母语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然后你继续学习 在某次梦境中发现自己在用所学的语言进行长篇的讲话 虽然讲的内容连你自己都不太明白 但是听众都表示认可 这个阶段我称之为自如 到了这个阶段 说明潜意识的积累已经基本完成 在现实社会中 无论什么情况 你都可以非常自如地使用这种语言 不再对其有任何畏惧感 又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在梦境中 和别人用所学的语言在进行讨论 一起商定了某件事 讨论过程中的每句话都逻辑缜密 意思连贯 表达清晰 这个阶段我称为精通 在现实世界中 你可以用这种语言思考问题 看到这种语言的文章 也可以直接理解其意思 而不再需要大脑进行翻译 到了这个阶段 无论过多久 你不使用这种语言 都不再会将其忘记 任何时候只要需要 就可以马上切换过去 最后一个阶段 我称之为圆容 同样用梦境中的现象作为标记 如果有一天 你在梦中能够讲一个笑话 引发周围人的笑声 那么恭喜你 进入了语言学习的最高境界 这时你已经能够把握 每个词语细微的差异 把握语气语调的不同 完全理解各种言外之意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文化断层之外 已经和母语表达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 你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判断 学生目前处于什么程度 对于还没有入门的学生 打开课文、词语和例句 只要让他大声朗读 并让其逐步提高朗读速度 注意停顿位置就可以了 对于已经入门的学生 就可以让其对已有的句式进行修改 肯定该否定 否定该反问 疑问该设问 主动该被动等等 已经达到自如的学生 那就完全可以不再拘泥于课程的内容 你们可以敞开来聊 期间发现有用词不当 发音不准的及时提醒即可 而打到精通水平后 他自己就可以当老师 也不会来找你了 因此 书记每个阶段的特点 就可以因材施教 书记每个阶段的特点 就可以因材施教 书记每个阶段的特点 就可以因材施教了 最后有人问 这次的背景是个什么怪物 是不是真的 这是在日本近港县 伊豆半岛的一家 专门吃高脚蟹的店拍的 我们一般吃的 双腿展开大约1.2米左右 可是照片里这只 展开长达6.5米 就这还不是当地抓到的最大的 说是怪物也一点不为过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